左右撇子的爬法有什么区别 左撇子全手呢通常会限制右撇子的一个正手底线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过度会去的直线 刚好是他们左手扳区 很有利于他们的快勾或者是去抓球 那么很多时候呢 他们也会下意识的抓一下自己的正手去 抓我们头顶反手的一个习惯球 还有就是左撇子在头顶进攻直线的时候 因为刚好是杀到我们的反手 此时他的这个球上网是比较快的 很容易造成一个上完球连扑的这么一个球路 像这个战术以及这个球路怎么打 比如说针对他头顶区打完头顶再打正手 也是通过一个把它拉开空开的方式去相持 其实主要就是一个球路习惯的一个问题 转变一下思维 为啥这球我会陷入被动 所以我们都可以让他抓到这个球连扑的 我们就要不要打开 我们就要去抓到这个球连扑的 然后我们就要抓到这个球连扑的 就是打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